每日一百字 歇心 读心 明星 原来开悟这么简单 苗董任言一千日 让我们一起 共同学习 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六百三十六日 主题 现前地 经文段落 无为真如 信尽明路 明现前地 经文消文 无为真如 从出地至此 消逸美同 明生绝满 付超同意 凡情圣洁 心已铲除 有为之功用 已达到极点 就契合 无为真如 信尽明路 真如妙性 本来清静 分明显入 初得清正 以上第三组 消文字 至此 恭请就位法师 慈悲开示 各位全球云端共修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是苗董任言一千日 第六百三十六日 我们要进入新的段落 这个段落就是现前地 什么东西现前 什么东西出现的 这段是任言经中 佛陀在讲到修正的位次 这个位次是一定会达到 大家要相信自己的修行 一定会达到 你只要不要放弃 你一定会达到 要知道 这个是自己努力来的 所有的结果都是自己 不会有别人给你 不是老天爷将灾 也不是自己的家人很爱我 所以他送给你 或者是我皈依的佛 佛陀就送给我这个修行 这不是别人的原因 是自己的因 那既然是自己可以决定的 那么随所发行 就要让自己是安利圣位 所以这里谈到 从干慧到现在是十地 那我们也知道 这个十地就是佛的智慧 这十种层次 欢喜地 离构地 发光地 宴会地 南圣地 乃至于到现在 第六地 现前地 什么现前 我们在前面看到 南圣地 是一切同意 所不能致 就是同跟义 圣跟凡 都没办法达到这个境界 那这时候 就是心跟敬 合而为一 所以在这里 叫做无为真如 无为真如 那无为真如 信尽明露 明现前地 这个地方呢 谈到的是 前面修行 是有为法 有为法 依着这个真如 而起修 发大愿 修大行 乃至于度众生 那这是 是有所作为 有所作为之后呢 要进入一个圣生禅定 到最后呢 依据了自己本具的真如 这里讲 叫性禁明露 这性禁 指的就是本性 那本性是什么呢 本性是真如 本性是无为 不是谁去创造出你的本性 也不是因缘合合 而有这个本性 这本性是无为法 是真实的 是如 就是如实 那这个本性是清静的 可是平常呢 我们不知道 或者是在修行的过程 先碰到的是 累生累劫 因为不知道这个真如 不安住这个真如 而造成了一些烦恼 那这些烦恼呢 就蒙蔽了自信 叫做无明 你不知道啊 你自己的本性 所以他就没办法彰显 那现在呢 已经透过这种修行 现在已经明露出来 就是本性的清静 明露 就是已经展现出来了 展现什么呢 展现这个清静 清静的力量 叫做现前地 其实这就是波罗 波罗蜜的境界 圆满的境界 好那这里呢 在华严经里 我们就谈到 这是什么境界呢 金刚上菩萨 告诉解脱月菩萨 就谈到 菩萨摩和善 以具足第五地 遇入第六 现前第十 要当观察时 平等法 那什么平等法呢 前面在进第五地的时候 是一者十种平等清静心 那现在呢 这个平等清静心呢 起观察了之后 就是观察十种法 得到平等 什么样平等 我现在呢 虽然我的心清静啊 可是我还会看到很多人 还有很多事情 还有这社会 很多现象 都是不平等 那为什么不平等 因为我们从现象上来看 它的确都不一样 每个人都不同 每件事情都不同 时间跟空间 都不一样 那不一样是因为 从相上来看 那现在呢 第六 现前第啊 它观察的是 十种平等法 从本体上来看 一切法 无相故平等 无体故平等 无身故平等 无成故平等 本来清静故平等 无信论故平等 无取舍故平等 极静故平等 如幻如梦如影 如想如水中月 如静中相 如艳如画 华顾平等 又无不仁故平等 这里谈到十种平等的法 这十种呢 其实都在讲一个平等这件事情 好 那你有了这样子的观察之后呢 你就会进入第六地 菩萨如是观 一切法 自信清静 随顺无为 得入第六 现前地 所以总结呢 你要入现前地啊 你就依着本性 本性就可以了 所以很多人呢 说我就顺着自己的心啊 但是顺着是妄心 还是真心呢 如果顺着真心 就进入了现前地 这现前地这个地方呢 叫做得名利随顺忍 为得无声法忍 就是你依着的是本性 你知道啊 你自己的心现在 是有智慧的 还是我现在呢 是一种烦恼的 那依着自己的清静心啊 就是 现前 般若波罗密现前 如果依着烦恼心呢 他就会有这个问题哦 什么问题 就众生啊 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问题 菩萨摩赫萨 如是观矣 他知道啊 他自己的心是清静的 那他也知道 什么是不清静的 因为菩萨呢 不是天生啊 他就很善良 因为有的人是很善良哦 他是不知民间疾苦 也不知江湖险恶 那这种就是单纯 他不是清静啊 有时候是笨笨 就是他没办法分辨 可是菩萨呢 他是知道的 心知肚明 他不但知道自己的内心 是清静还是染污 他如实知 他也知道众生心 所以他会知道众生真的是可怜民者 所以啊 如是观矣 父以大悲为首 大悲真上 大悲满足 观世间生灭 他就是慈悲性 他怎么样去慈悲呢 要更慈悲 要看到众生 真的很可怜 怎么样可怜呢 世间受生 皆由着我 若离此着 则无声处 为什么会来轮回 为什么这世间有生呢 因为我要来了 我想来 所以很多人就说 我都不想来呀 我为什么会来 这不用问 就是一定就是因为有我值 我自己想来的 跟别人没有关系 不是像有的人啊 这个自己很痛苦 就抱怨他的父母 为什么把我生下来 其实不是父母亲把你生下来 是你自己要来 就说着我 如果呢离开了这个我值 就不会来 就不会来 很简单 就不会来 会来的就是有我啦 好那问题是 这个菩萨观察到这件事情 他就继续在观 翻覆无智 执着于我 长求有无 就是这样子啊 我们常常就是在 为了有什么 有什么 我需要啊 得到什么 我希望我也拥有什么 那我没有什么 就在这个地方 比来比去 甚至于呢 自己一直不断不断的在这个追求当中 不正思维 起于忘形 心于邪道 罪行 福行 不动行 积极增长 所以我们就是有这个我啊 所以这个思维都歪掉了 都不正 那开始呢 就是有修福 或修获 这造了罪啊 或者是得了福 就不断不断的积极增长 欲诸行中执心种子 有漏有趣 富其后有 生即老死 这里谈到了一个轮回的现象 我们要怎么轮回呢 第一个一定要有轮回的因嘛 那你什么叫轮回的因呢 爱不重不生说婆啊 我就是要在心里要想要轮回 那你要怎么心里想 就是你心里有贪心 你就会想啊 你放不下 你就会想啊 你的东西被偷走了 你不甘心 你一定会再轮回 因为你一定要来追讨嘛 那哎 我这感情被骗了 我也是心里面很痛苦 我心中呢 就是有怨恨 我就一定会再来轮回 所以他讲啊这个叫执心种子 这个心啊 里面的种子是有漏的 是有烦恼的 有障碍的 然后呢 他就会驱使我们去取 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种动作 还有一种黏着 因此呢 这个力量就很大 让我们变成 你不得不去轮回 你一定会去轮回 除非呢 你自己在想啊 哎呀 我如果不要轮回 你就一定要现在开始发现 你自己黏着在哪些事 在世间呢 处处都是黏着的机会 我看这个也喜欢 我用那个也喜欢 我们在这个生活中啊 我们今天呢 就在那边列呀 说啊 我这个 你要有一个新的道场 然后我们就 大家呢 就在那边计算说 要准备哪一些东西 有供佛的东西啊 有修行的东西啊 然后呢 有吃饭的东西啊 还有什么厨房的东西啊 还有文具用品啊 还有生活用品啊 各式各样衣食住行啊 这个列了几百项 哇塞 我们要这个生活啊 就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物品 这物品呢 满足我们的生活的方便 那有的人呢 就会说 哦这个 哪一种牌子一定要最好用 其他的呢 都不够好用 哪一种牌子最漂亮 那其他的都不够厉害 某一种材质啊 就是我们啊 觉得最喜欢的啊 那结果呢 发现列举了之后呢 哦都没有列到解脱 哦都列到黏着哦 哦那我们自己啊 就知道哎呀 你看这为了要生活在这里啊 我们已经养成了很多很多的依赖 哦如果都没有这些东西 就感觉自己好像少了什么 哦自己就觉得开始不舒服啊 所以到最后就是啊 我就会累积累积累积的很多东西啊 那你一定会再来 富起后有会再来啊 因为我们的黏着性这么强啊 哦要出门啊 那个包包里面啊哇好大一大包啊 那怕这个没有带 怕那个没有带啊 哎呦怕这个怕那个不方便啊 那你真的是都需要用到吗 不一定啊以备不时之需啊 那如果下雨怎么办啊 那如果出太阳怎么办啊 那如果啊怎么样怎么办啊 如果这个遇到这些事情啊 就感觉好像自己很没有安全感 那其实呢归根结底啊 你真的有哪一件东西是必要吗 哎呀看一看还真的没什么必要 最近有地震 大家想想看这地震一来啊 你要带什么 你什么都不要带 赶快跑拔腿就跑啊 啊这个是就知道啊 这什么事情都没有那么重要啊 等到呢我们自己啊 这心有比较放松的时候 这一些执着又来了啊 只要有空啊 我们就开始去黏东西啊 摸东摸西啊 就是让自己啊就陷入这种啊 执着里面啊 这每天每天啊 这就是增长啊增长啊 所以这里有一个很好的辟语啊 所谓业为田 这个田呢 就是我们的业 我们每天都耕种啊 耕种啊增长业啊 事为种啊 就是这个是啊 就是我们的知识啊 我们的情识啊 我们在阿赖也事啊 眼是耳是鼻是舌是身心意识 还有莫纳是啊 他这种子一直种啊 然后呢要怎么长呢 就叫吴明暗父 爱水为润 我慢盖罐 见网增长 生吴明色牙 吴明呢 一加进来呢 这个是就会开始长牙 是长牙了之后呢 就有明有色 谁来自认他 就是爱 爱了之后还有我 哎呀 这个是我的最爱 你看各位你的我的最爱是不是好多啊 这个也是最爱 那个也是最爱 那没有照着个最爱的 你自己的人生呢 就觉得没有意思 那我自己啊就发现啊 这个我的的确呢 就一直长一直长在这块田上 长出来之后呢 明色啊就开始有五根 诗根相对生处 处对生寿 寿后 希求 生爱 爱增长 生取 去增长 生有 又生已 于诸去中 其五蕴生 名生 生已 摔变为老 中末为死 哎呀 这里就是十二因缘 无名 缘形 行 缘事 事 缘名色 名色 缘六入 六入就是五根 加第六根 就是 这个六个 根啊 对 什么 六入 处 受 爱 取 有 有了之后呢 就会生 谁生 就是这个五蕴生 每个人都有 我今天来生啊 这绝对 大部分都是 再来 轮回的人 不是这个 成愿再来的 因为自己要看啊 这修行啊 修久了 就是有自知之明 要知道你自己啊 这是来轮回的 为什么 烦恼很多啊 那烦恼多 我自己也就要知道 你一定是来轮回的 那菩萨呢 他就是根本就不会烦恼 他很清楚他为什么会来 他面对这些事情 他不会烦恼的 那以后烦恼呢 哦 你就会一直在那边缴获 到最后呢 忙忙碌碌 蒸蒸草草的 这一辈子啊 最后衰变 就老了啊 每个都是很难过 这里也不舒服 那里也不舒服 这难过啊 是自己啊 这个生老病死的一个过程 那也不舒服啊 你就难过 难过了之后 也要别人也难过 要别人要陪着我难过 别人要理解我难过 那也就会非常非常的 惹人厌 为什么 因为就老了嘛 这个老了呢 这个各式各样的状况 都退化了 那老了呢 有很多事情就力不从心 所以修行不能啊 等到哎呀师父 我等到退休 我在个十年 你要知道哦 一个修行啊 要修到真的能够超越老 病死哦 你是要费尽力气的 哪有那么轻松 简单 现在很轻松啊 是因为你还没老 还不知道啊 很辛苦 然后总是呢 等着等着 老到不能修行的 再说师父那下辈子 那你就慢慢等了 等到最后呢 你自己就会 都不知道自己损失了什么 如果呢 你知道啊 你就不要等到很老了 赶快现在 今天一定比明天年轻啊 今天一定比后天年轻啊 你不早一点修行 你还要拖到什么时候 你就拖到啊 没有办法修行 才来说哎呀 想当初我就是很想修行 那这个就没有意义啊 这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已经听到修行的法门了 你还要等今年明年后年 你要等到什么时候 你不用等 你下一口气 都不确定 还能不能够呼吸 这就是没有 为基意识 就没有在学佛 所以呢 要夜为甜 事为种 然后最后呢 周末为死 众生在做什么呢 众生绝对都在这12个轮回里面 众生每天做的事情 有没有意义 没有 就是在这个轮回 不管成大功立大业 不管豪宅万动啊 良田万母啊 或者是你的身份地位 知识有多高 你都在这个轮回的过程当中 所以连天王他都知道自己也还在轮回 菩萨看到众生 就是如此没完没了 我们还要继续再爱下去 我们还要继续再下一辈子 如果你看到的这件事情 你却一点都不想要离开 那你真的就是太可怜了 所以呢 菩萨他就是观察到这件事情 他说啊 这是现前地的功课 就是知道之后呢 就要开始来妄度一切众生 让众生有智慧发现自己有这种毛病 好 那如果呢 有智慧了之后 就不再是有毛病的咯 而是无为真如 信尽明露 明现前地的菩萨 好 以上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法宇 今天我来做一下分享 然后另外还有一个提问 今天讲到现前地 那我再继续一下 就是去年的华言法会 上回有提到说 我因为要带着宝宝 所以我没办法全程参加 可是我可以互念 就是我的同修可以全程 真的很认真的参与到 就是完整的华言庆 我觉得心中非常非常的高兴 那在过程中 我带着宝宝 可能都到去做华言特使啊 然后去宣传 然后还去送金 后来我就在想说 如果我今天 因为我现在是带着孩子的因素 我没有办法 也许每天念一卷两卷三卷 可能都不可能 可是我可以做的是 我跟你去送金 就是我去送大家华言金 就像我在华言法会做的事情 就像说我去跟朋友聊天 然后我是看到有需要 我就送大家华言金 我就想要 我其实发愿就是 我想要送出100套的华言金 然后当然我也有答应自己说 我自己此生 我一定要念完100部的华言金 可是我想我现在可以更快做到的是 应该可以把这个100部的华言金送出去 所以我想要就是找大家一起来 我们发起一个把善传出去的运动 就像师傅今天讲的现前地 那要怎么让真如现前 我们其实是要去做 也许如果觉得念金很困难 那送人家礼物总是很简单吧 大家收到礼物都很开心 尤其现在刚刚过完新一年 那再来就是过农历年 那过农历年你送个茶叶 你送饼干送什么 你不如送一套华言金 真的我们就把华言金当做礼物 而且成月的设计那么多人的发心 让我们的华言金做得那么漂亮 然后还可以选颜色 就算搬百事也是非常非常的庄严 那我就在想说想发起这个运动 也许大家不用说像法语一样 我是发愿要送出100部 那大家可不可以 我们每个人只要送10部华言金 你只要送出去10部华言金 你就算一年只要送出去1部华言金 那你10年就已经送出10部华言金了 我们要让其他人也有机会 可以得到这个智慧 让大家都有这个机会看到华言金 学习华言金里面的菩提心 让大家发现自己的菩提心 我在想说这会不会是一个 其实是最好的修行 然后我今天有听到 男神大师傅的开示 我也在想说 今天讲到一个不导单 讲禅修的时候讲到一个不导单 那墨学就在想说 有没有机会 我也想要练一个不导单 就是练我的菩提心不导单 因为在发现的过程中 或是在生活过程中 很多年族或是生活中很多事 常常会受伤 那那个菩提心有时候会退回来说 我这样做对吗 我这样做对吗 可是现在学佛了 尤其是跟着师傅在做 然后有个团体 你就知道说不行 唯一最不能够退失的就是菩提心 然后退失的时候就要发愿 所以现在最新的发愿就是 我要送这个经 那我也想要推广这个活动 就是把善传出去 大家都来送经的活动 这是第一个我的感想跟分享 因为你的心第一个念头 是要把善传出去 把经书送给所有有缘的人 包括你的父亲 包括你的同修 包括所有不理解你的人 你就当菩萨 随缘了就业 这样子你才有办法守住你的心 否则你会有怨恨 我这么好 我对你们这么好 为什么得到这种回报 这菩萨要遇到各式各样考试 你是在送华严经的人 你又是把华严经 要传递给所有 没接触过华严经的人 当我们自己的心守不住 就会像刚才这样 一直在那个情节里面 重复又重复 然后所有的人都要听到你的 这些情节 这些你的同修 曾经在法会当中那么的欢喜 你那么开心的去成就他 然后他现在的恶行恶状 你描述的巨细迷遗 那你是要希望他在你的心目中 留下什么痕迹 留下什么影像 那你自己要守住你的心 因为所有的境界 父亲也好 母亲也好 家人也好 都是你心中的一个镜子 你要怎么把他们的形状 把他们的心态 copy到你的心里 是你可以决定的 那你的心这么的清净 菩萨看到一切众生 是什么心情 你一定知道 但是因为你当你面对到这些不合理的对待的时候 你要想啊 诵经的人是会被考试的 谁来考你 他们不是你想象中的父亲或者是你的同修 他们是菩萨 那藉由某一种你受不了的情境 让你想要退失菩提心 所以你才会来在这里求救 你在这里说一切的法 说一切的现象 那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一切法如梦如幻如泡如影 这一关过不去 就是在打掉重修 如果过去了 那你真的就符合你今天的怨心 不要违背自己的怨心 否则你就是哭不完的眼泪 谁叫你要嫁给他 谁叫你要来投胎 谁叫你要成为他的孩子 谁叫你要成为他的太太 谁叫你要把小孩生下来 这都是你的愿 你的愿力不要变成怨恨 否则你就永远就生归怨妇 虽然你的心很好 可是我们也要让自己的好心 不要变成恶意 要好到底走到终点 你会坚持你的善良 你会知道 你会证明菩萨教你的事 如何过这一关的关卡 就是守护你的菩提心 这样子才不用把这个所有的烦恼都往自己的心里到 所有的烦恼 它就是发生了就过去 既然你是欢喜心 你就不用管别人是什么状况 我相信过几天他们还是会感受到 可是如果你因此就否定你自己的善行 在这个地方 转不出来 那你的时间 你的好心情就不见了 那你怎么样再继续往前走呢 想想看 我们现在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灾难 在这个地震一开始 一发生 你就不会想到这一些恩怨情仇 如果不幸有家人在此中 你是不是还要这样子耿耿于怀 在他们对你的不公平的指责呢 所有的事情 它都会过去 但是你的菩提心 是唯一会让你跟着你到终点的人 终点的这个菩提心 你要守住他 要不然恩怨情仇啊 就是一生又一生 没完没了 而且重点 常常都是自编自导自演 然后还要演了之后 又要加强 最后的痛苦啊 还是在至亲的人身上 那何必要这样呢 所以一定要自己叫坚强 要把自己的心坚强起来 否则我们要找谁诉苦呢 菩萨他是笑笑着在听 他知道他理解 但是他也相信 你面对这些事情 你一定可以过关 就是这样子 好